Hello BOSS的粉丝们大家好 我是BOSS品牌代言人华晨宇 今晚八点我将空降BOSS天猫旗舰店直播间 携手天猫小黑盒带你一起到BOSS华晨宇园营现场 围观之前我有三个小提示哦 一 记得带上我手上的这一副BOSS无线耳塞 获得最佳的听觉试验 二 今晚是我的首次3D直播 会带给你们生灵其境的沉浸感 有趣又好玩哦 三 我还准备了BOSS新品限量款 和给大家的神秘惊喜 一起期待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今晚八点整BOSS天猫直播 等你来现场哦 没错 站到我们身边的花花 终于来到我们的BOSS天猫官方集定的直播间现场 跟大家打一招呼 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华晨宇 没错 花花这次能够跟BOSS品牌来去结缘 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去分享的 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是BOSS的一个很忠实的一个用户 我们去年就有看到您在家里头有一段我们的Lifestyle 650的家庭音乐 对对对 其实我家买了三套 每一个区域都会有 所以很match 真的是很好的合作 然后也一直在用耳机 然后因为我平时时刻都需要听音乐 然后所以也就一直在用BOSS的耳机 然后平时听歌啊什么的 是 那刚刚说了听音乐 其实在你上场之前呢 我们的原音现场也看到了 尤其是Keyboard手嘉玲 对他的这段演奏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点评呢 我觉得刚刚看了一下Keyboard老师就是 他的和声啊 用的都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弹得也也很好 然后感觉也很棒 舞蹈老师也是 那么大的动作 然后他的无限耳塞都没有掉 非常无故 对 既然刚刚这个花花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提到了 收到了这两款 一款是无限耳塞 一款是小灶耳塞 我们慢慢来 我们先慢慢来 我们先给花花来展示一下 咱们的这个无限耳塞 好的 我们今天无限耳塞 其实最开始的话是 这一套我们的这个天猫小黑盒 然后这是我们花花清理签名的一个定制版 极光绿的一个礼盒装 对 然后的话里头的话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 有这个花花的这个明信片 然后还有我们的BOSE无限耳塞 以及充电盒保护套 那么这次的无限耳塞的话 是有三个配色 我想请花花您自己来看一下 您选哪个颜色 有极光绿啊 海蓝色 还有黑色 极光绿 极光绿是吗 好的 那我们来来看一看 好 您可以就是垫一下这个重量 真的很轻 是很轻 而且这颜色其实挺高级 对 就是这个颜色其实还蛮少见的 然后又很时尚 对 然后戴起来 而且感觉很运动的感觉 之前有试戴过对吗 有 我之前因为我有幸提前拿到了这个产品 然后也用了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用这个耳机 然后平时出去 有时候去跑步的时候 有时候健身 然后骑车 然后自己出去 反正我都会戴着这个耳机 因为它真的很轻 是 没错 因为其实我们 我们平时听音乐的时候 最主要的是要求 肯定就是音质是一定是要好的 那当然BOSE的音质肯定不用说了 就是大家都知道BOSE的音质很棒 然后主要就是这一款 它是真的很方便 非常轻 掂一下它有多少的重量呢 感觉像硬币一样 对 是不是像硬币 但是可能有一个具体的数据 待会呢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粉丝 或者说高人来去给你指点一下 我们要期待一下了 那刚刚说到了 一个是掂了一下它的这个重量 包括也说了一下这个配色 相当的高级 相当的漂亮 那想问一下 其实你就让你说 因为你的音乐 我们一直都说它的细节感很多 大家都会去追追追追追求 你的音乐当中 你的编曲当中的一些小细节 你带完这款无限耳赛之后 对你自己的编曲 有没有什么 是不是听出更多的细节 我听就是我用耳机听我自己的音乐 就是能听到很多平时我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我因为编曲我都知道 所以能听到很多我比较隐藏的一些细节 我可以透露一点点 比如说我最新的一首歌 有一首歌是写给关于疫情的一首歌 叫做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 然后其实很多人听到这个歌的时候 会发现里面的人声的和声 可能是两个声部 或者三个声部 但其实我那个和声 用到了六个声部以上 所以说其实带上我们这款无限耳赛 能听到 能听到是吗 对 有很多个和声 然后包括有一个 风人院里面其实有一个 我之前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音色 是我跟郑南老师一起沟通的 就是里面有一个音就是 就是有一个 感觉这首歌要唱完了 感觉再唱唱完了 然后这里面有一句 有一个里面有个音色 是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色 它是 它是滑上去的是吗 然后我是 我是往下滑 但那个音色是往上滑的 像一个壁环一样 一个圈似的 对 很好玩 所以说就通过刚刚花花分享的这个例子 就很明白 大家可能会如果说有 能够带上这款无限耳赛的话 可以听到更多花花想表达的音乐内容 没错 是 别忘了可以继续在我们收看直播过程当中 成为天猫官方旗舰店BOSS 天猫官方旗舰店的会员 那马上也是要进行到我们今天的花花给大家送出的 第一个抽奖礼物了 没错 就是你的签名海报 没错 我们来看看这个签名海报长什么样 演唱会的 演唱会的一个签名海报 非常的阳光和少年感 是 对 这个照片应该也是之前就是一个明信片上的照片 没错 一样的 对对对 那其实呢 今天我们的抽奖方式非常简单了 我们将会通过直播的这个截屏方式 为各位来去抽奖 然后待会呢 你需要做的就是 喊倒数三二一 好啊 我们这边呢会给到一个口令 就叫做BOSS原因现场 BOSS原因现场 我需要来看看大家是不是足够的踊跃BOSS原因现场 请各位来发到这个咱们的直播间的弹幕当中 然后呢 待会会有一个截屏的一个仪式 我们来看看究竟谁能够获得花花的签名海报 来 花花请 好 三 二 一 停 OK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这边 我应该是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应该叫做 哪一口语 第一位 哪一口语 有点小 没关系 哪一口语就是你了 你待会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这个客服来去对 对一下这个花花的签名海报 好的 我这边的天猫小黑盒官方账号的获奖的用户呢 是叫做爱吃羊腿的曾子余 东西 爱吃羊腿的曾子余 非常酷的名字 很可爱 恭喜你 是 刚刚呢 我们也是抽出了这个第一轮的海报 花花签名海报 接下来我们聊聊花花的一些音乐作品了 刚刚你其实说到了一些像风人院当中的这个玩儿 加上你的下去对吧 包括你的这个未来的一些更多的和声的编写 对 说到你的新专辑新世界 我是认为这张专辑的艺术价值很高 非常高 谢谢 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能够看出你是想要去传递你的价值观跟世界观的 对 来从具体来说吧 比如说我们先说一首刚刚科班老师说的你最喜欢的神术 神术 神术 非常有那种就是你要就是要到末世了 然后要有个新的世界降临的那种末世感和那种马上就要翻天覆地的那种感觉 然后有那种史诗的那种感觉 非常棒 是怎么想到创作这样的题材的 因为其实我会就是 其实我是有一天在 我起来那个时候是冬天 因为我在北京 然后可能关注人知道有时候北方嘛 就是冬天的时候它有时候会有雾霾 没错 然后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 当时我住在一个高楼 然后我就看着那个窗外 然后有那个雾霾还蛮严重的 其实那个感觉就是从高楼看的话就会觉得 就是眼前的那一片景象就会觉得很希望空气能变得很好 然后所以当时我就写了神术 那其实神术讲的东西有点该怎么说呢 就是它有点像是 其实它在描写的是一棵很大的一棵树 这个树是我们地球自己孕育出来的一棵种子 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地球如果一直在被遭到破坏的话 然后它就会自动地就会 就像大家得了不好的病一样 就会有一些细胞出来去生长出来 去抵抗这些 然后就长成一棵大树来维护所有的生态平衡 这样的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从这么理解应该是总结一下 应该是看着脚下的钢筋水泥丛林 然后所有感想写出的一首环保主题的歌 它其实是在讲环保 对你知道很有意思 看到你的粉丝会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解读 然后跟你的这个环保主题再一结合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没错 今天我们在官方的那个粉丝的那个评论区看到都说 花花今天是我们的绿化大使 有很多都有绿色的一些海报什么的 是是是 挺有意思啊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叫《七重人格》 这个歌我特别喜欢 因为我很喜欢一部悬疑片叫《知名ID》 啊 我一看我一听这首歌 然后我就想到这部片 嗯 然后我想啊 就很像人格分裂出来了 各种各样的情绪交织在一块 你是怎么去想到这样一种题材的呢 嗯 《七重人格》 因为我其实很少聊到《七重人格》 因为这个歌其实它 于我而言它是有点 怎么说呢 就是可能很多人通过字面意思 会觉得它是在写七个性格 是 但是 其实我写的是叫《七重人格》 它是七重 《重》就是指的就是一层一层一层 重叠 对 然后它其实是在一个人 人生病的话 它是会分有七个阶段 嗯 然后 但具体这七个阶段是哪七个 我就不具具象来聊了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有 每一个人听到自己的歌 听到这首歌 它有它自己的一个感受 是 对 当然把它理解成七种性格也可以 但其实我写的是七个阶段 然后到了最后一个阶段 可能就会会怎么样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才会有和声的这个一层层递进 对 对 哦 这个就 这个就非常顺了 对 能理解了 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也是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了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DC漫画 我喜欢蝙蝠侠 蝙蝠侠 蝙蝠侠里面不是有一个大的地方叫Arkham吗 对 对吧 然后包括最近小丑这片也挺火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就听 啊 《风人院》 太有画面感的一首歌了 我觉得DC都可以用这首歌当中听取 听取没错 当时是怎么想到的 《风人院》 《风人院》其实 呃 因为它是 就是 我今年其实写了 哦 应该是去年 写的是火星三部曲 嗯 然后 呃 一个是与火星对话的孩子 与火星 与火星的孩子的对话 对 然后 然后第二个就是《风人院》 第三个是《好想爱这个世界》 然后这三首歌其实都是在 讲述的一个 递进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说 指的就是说 每一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 都会遇到一些 不如意的事情 然后 呃 可能 可能 第一首 这个 与火星孩子的对话 可能就是在去 慢慢的去讲 讲完之后 希望有人能理解 然后那 那 那 第二首《风人院》 其实就在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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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其中一个阶段是什么样的 OK 对 然后第三首就是可能 就是关爱抑郁症 对 然后 那 其实《七重人歌》就有点 在去总结这前面三首歌了 明白 它其实应该叫《火星四部曲》了 四部曲 对对对 但那个《七重人歌》 我不太想把它放到四 把它放到四部曲 是因为 我觉得它是一个总结 对 是 所以说其实这些你的作品 连在一块儿听它是有关联的 对 有关联的 而且就我听完之后 其实像是读一本小说 也有点像 《神树降临》 《星星界》 对对对 让人很感动 嗯 那聊了这么多关于作品的 现在咱们聊点轻松的吧 好 前段时间因为疫情原因 大家可能都在家居家隔离 闭关期间呢 其实可能生活会变得更加亲近一些 但是大家会很好奇你在闭关期间是如何去打发这些时间的呢 我其实闭关大概有将近四个月 然后每天其实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也没有 我以前其实闭关我有时候会到国外去转一转 然后想看一看没有看到过的一些风景 然后那今年我就在家里面待着 然后但我每天其实感觉能做很多事情 就是比如说每天我早上起得很早 大概三四点就起来 对对对 那是凌晨 对对对 天还没亮嘛 天快亮的时候 夏天嘛刚好四点钟也就天亮了 是 然后我就起来就去泡壶茶 然后就会上阳台上 然后然后就喝茶 然后就听音乐 然后我刚刚有说我其实在家里面 我放了我买了三套那个 三套Live Style 650 就是Bosser那个650 对对对 然后呢其实在希望在我最想要独处的一个空间的时候 这个空间里面能够有很好的音质的音乐 动的音质 对 然后我就会在我阳台上面 然后也按了一套 然后我就喝茶听音乐这样 然后有时候弹弹琴啊 然后创作 然后有时候打电动 然后像我之前发的那张照片是客厅嘛 对很酷戴个帽子 对我在因为我是想打那个 我很喜欢打电动 电动游戏 然后电动游戏还要接在那个电视上 然后我希望也能有一个 那个就是环绕立体声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就在那里也放了一套 然后然后打游戏的话感觉那个音质 非常震撼 对 infected 感觉像就比 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比日ート 而且可能发挥会更好 对不对 很舒服 是 是 这是刚刚聊到 并关期间的一些 对 打发时间的方式啊 还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的 说到就是 就是你的音乐创作 刚刚你说了 你也会写写歌 对 对 对 我还挺好奇的 因为我也创作过歌 我有点害羞不好意思 但是我真的很好奇 就是因为你的创作灵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来源于生活里面的细节吧 对 因为像我新世界那张专辑 大家会听到就是说里面有很多关于大爱的东西 然后那其实这个大爱其实也是源自于 像我刚刚说 我可能以前我闭关 我有时候会出去走一走 到外面看一看 然后呢看到东西越广呢 写出来东西可能就会比较偏大 然后那我像我今年我没有出去 然后我就是在家里面 很认真的在去生活 然后过自己的独处的生活 然后自己做饭啊 自己就是所有东西都自己来做打扫卫生 可能以前我不做这些事情 但现在我开始做的时候 会发现生活里面有很多 就是挺能让人很舒心的一个方式 然后那我写出来的音乐可能也会偏 就是就会没有上一张专辑那么大 反而回归到变小 接地气 对就是很很 小爱 小爱 对对对对对 对就像生活一样 细水流长的感觉是什么 对对对对 明白 那刚刚就是我们在说 尤其是用我们的BOSE 无限尔三能够听到你的音乐当中的很多细节啊 比如说你刚刚说到这个七重人格 七重人格是因为宠你说是重叠的意思啊 对 而且我们刚刚说这个七重人格里面 哈一叠一层一层一层加上去 其实和音的细节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这个和音的细节吧 七重人格可以就是里面其实还真的用了很多有意思的 比如说它有一个六字真言 然后就是在我有一段是我的 我用人声来模仿那个熏的那一段 然后它下面铺了一个六字真言 那个六字真言是里面有我的声音 还有你的声音 对对对 然后因为基本上大部分的和声都是我来录 有时候我自己还会录大合唱的 是吗 我一个人录大合唱 绝对就是我录一个大合唱 就是比如说风人院里面大合唱是我一个人录的 但是录了那么多的鬼 对但是大家听起来很像好像万人在 找了一堆人过来 万人 其实我是不断地在变我的音色 然后来去录 就叠在一起之后发现像很多人在唱 对就男生女生我都要变 对对对 其实这样的过程也是不断在挑战自己的过程 对这样还蛮也蛮练习自己的那个嗓音跳的 就是发声 走出舒适区来挑战更多东西 对对对对 那我刚刚就说到因为我们说到无线耳塞能够听到很多的细节 包括它也很轻激光绿配色也很漂亮 那如果说花花你是要设计一款耳机 你觉得它必须要具备的一些素质是什么 首先第一肯定是音质 这个是一定的 一定的 对前提 然后那第二我还是希望就是说耳机一定要舒适 对 因为我觉得舒适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尤其是喜欢大耳机听歌的人来说都会很追求 因为要不然就是因为之前可能有两种情况要不然就是耳机可能会太松 要不然可能会塞的太 就会胀痛 胀痛 对 胀痛 对对对对 然后那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BOSS这一款最新的这个极光绿的这个无线耳塞 我用一段时间觉得就是说它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技术 然后叫鲨鱼 鲨鱼 鲨鱼鱼鱼 对对扶一个固定的一个感觉 对这是它的一个一个专 一个专利的技术 对专利技术 然后这个真的是很 很舒服 就是它可以配 就是为每一个人就耳朵不同的那个结构 尺寸 然后来去配不同的这个耳塞的这个型号 没有三个型号 一二三 对对 我像我自己用的是二号 然后呢就塞在卡带里面 然后轻轻轻轻轻转一下 一转一转就可以了 然后就完全不会掉了 而且它不会有那种 上耳朵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是 那最后呢 其实我们也征集了很多 你的粉丝的 很多火星人的这样一些问题 有一个问题大家最关心 因为大家其实很在乎你 想知道未来在音乐上 你的目标和你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其实我现在有一个 因为我以前其实很少 给自己定未来的规划 我都是做完一件事情 才去想下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那我这一次其实是 我有一个规划 是我的一个演唱会 那演唱会其实 我已经准备两年了 两年 本来是准备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就开的 但是可能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就把演唱会给推后了 但我觉得 但我觉得挺好的就是 因为这个演唱会 它是一个 是一个全新形式的一个演唱会 是跟我以前 所有都不一样 对 可以 能稍稍透露一下吗 嗯 不能透露 这一定是个惊喜 因为 因为我以前看演唱会 就是很 很正常的在开演唱会 然后那我现在还是希望 把欢迎回家 这四个字的主题 把它给更深化一下 然后想把它变成真正属于火星的演唱会 就是对属于我 独属于我们火星的世界 你拿到火星这是你的家 所以这个就意味着我要跟很多的人合作 所以可以看到今年我们都和合作很多的品牌也好 包括我自己做的那个潮丸 然后包括跟BOSS这次合作 都会为演唱会来去 就是可以一起来去融入 天专家 主力 对 然后 虽然可能会往后拖 但是我觉得 这样的话可以给我更充足的时间来去 把它变得更好 对 等待一定是值得的 很期待 一定是好玩的 对 说的好玩 不仅是你的演唱会的概念好玩 今天我们在现场也要把它变得好玩起来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玩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正好对应的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无限耳塞 它的这样一个全音域的现场音质 我们知道花花你的音域极高 据说是三个八度 对 对 不用前去不用前去不用前去 真的不用前去 我们待会呢会玩一个这样的呃 音域的一个挑战 好 我们让keyboard嘉玲老师呢来弹一个类似于很简单 最基本的一个和声音阶 我们先来听听看 好 请跟唱 我们能不能再低一点 再低一点从D开始 从G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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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这样直接往上走吧 好 直接往上走吧 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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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音域这个是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练的 哦 能练出来 因为虽然就是 就是 就是比如说歌手 不是说歌手吧 就是很多人可能在去唱歌的时候 对 哪怕没学过音乐的人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想要去追求高音 是 听到别人唱 是 听到别人唱很高的音 觉得哇好厉害想要唱那么高的音 但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唱高音 只是每个人的音域不同 嗯 但是在你所现有的音域里面唱你所能唱的高音 嗯 对 它是一个相对概念 对是个相对概念 OK 那其实正常就是如果想成为一个好的歌手 至少练到三个八度 然后那三个八度其实简单 我因为中声区很简单 就是中声区你正常唱歌都是中声区 那高音跟低音其实有点简 该怎么讲 简单来说就是低音要越放松越好 嗯 不要紧 嗯 就是这样反而唱不出来 唱不出来 OK 就是反而你放得很 就很放松 它能下去 它的共振会更强 而高音的话可能你就是要把所有的 就是 就是要 它有点像闭合的一个状态 然后就是要把你的所有的 嗯 感觉要往上提 对 明白明白 其实刚刚在花花你演唱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是有一个悬现场的一个收声 嗯 那收声的过程当中呢 会有一个声波纹的对比 嗯 我们正好来看到是 从耳塞当中的一个声波纹的一个对比 跟现场的这样一个声波纹的对比 来看一看 给各位来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声波纹对比的效果 好 好 看看我们的工作人员 好 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 哦 在这边已经出现了 虽然相对来说 可能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有点小 但是我相信观众看的是够清楚的 没错 我们在上面的这个声波纹呢 就是我们 呃 现场花花演唱的这个声波纹 嗯 而下面的这个声波纹呢 是通过我们boss无形耳塞播放之后 再次录制的这个声波纹 大家可以看看两个有没有 呃 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嗯 瑞老师 其实我是觉得几乎是完全吻合 完全吻合 是 这足以证明我们的收声的效果 包括花花你自己的演唱也是很强的 对 真的真的真的 超棒的 刚刚说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这款产品无形耳塞 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这款消灶耳塞 是 消灶耳塞呢也是我们说它的消灶能力极强 没错 它可能媲美我们的这个NC700的这个 头戴式的消灶耳机 嗯 说是零到十级的一共十一级别的消灶功能 可供应 没错 那为了体验出它最好的消灶能力 嗯 待会我们要玩一个 其实你在王牌对王牌的舞台上玩过的游戏了 嗯 咱就是传声筒吧 好 好了好了 我们待会呢也是要在现场来玩一玩这个游戏 我们先进一段VCR 马上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 我们先进一段V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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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 大家可以听完 进一段VCR 说得更微儿 os proposa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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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鞋子 差不多 耳机 耳机 也对了 然后那个 拥抱你 拥抱你 完全不对 拥抱 什么 拥抱你 夏宇 鞋子 耳机 拥抱你 拥抱你 对好像太短了点了 差不多 继续吧 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就那些吧 就这些吧 你传下去吧 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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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鞋子 鞋子 拥抱你 你们哪有拥抱你 夏宇 鞋子 拥抱我 拥抱你 好好好 然后 差不多就这样吧 这句话我相信应该不在 这什么意思 花花吗 差不多就这样吧 差不多就这样吧 确实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 下雨 下雨 下雪 下雨 下雨 鞋子 鞋子 拥抱你 下雨 鞋子 拥抱花 花 下雨鞋子 下雨鞋 拥抱花花 花花 我知道你现在的表情完全能够代表你的所想 你很疑惑 但是你还是需要给各位一个准确的答案 下雨鞋 确定 慢慢来 慢慢说 这句挺长的 拥抱花花 就这么几个字 还有吗 其实还有对不对 对 下雨鞋 下雨后的 穿上雨鞋 去见花花 然后拥抱花花 听花花的音乐 带着BOSE的极光绿的无限耳塞 几乎非常接近 花花我想告诉你 我想告诉你的正确 你们仨没有一个 我对了 你很接近了 我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了 就是 外面下着雨 下雨对了 我穿着滑板鞋 滑板鞋 翻唱对吧 戴着BOSE耳机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然后呢听花花唱 烟火里的尘埃 哇 当然这歌名我没法表现出来 因为我刚刚是融化掉自己 但是你听歌是听出来了 以及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哦 我是C门 这么长 你们所有人都说是拥抱 我很委屈 这么长 看难不到我的 我可是王牌对王牌里的老油条 对 专业专业的 OK 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参与 谢谢 好 来 总结起 好 真的 就是感觉练过 练过是不一样的 很能编 其实编挺好的 那也是算你刚刚的游戏 我们是挑战成功了 是 因为是挑战成功 于是我们要开启 接下来为各位的福利了算是 没错 我们将在天猫官方旗舰电击小黑盒当中抽取 花花应援礼包的数量将会翻倍 没错 那么我们也是要在一段VCR之后呢 来为各位展示出这个应援礼包 以及待会呢 会为各位送出这一轮的福利 稍后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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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BOSS天猫官方旗舰电的直播间现场 那刚刚呢在经历了这一轮的传声筒游戏之后呢 花花算是挑战完成了 没错 所以说呢要给各位揭晓的是这一轮的奖品 算是花花的应援粉丝礼包了 没错 我们的花花应援礼包里头呢 会有三件非常精美的礼品哦 第一件就是我们的这个BOSS定制的 Audio for Life的购物袋 然后它是一个PPC的一个材质 然后非常的有未来的感 然后大家可以在上班的时候呢 配戴我们花花的这个和BOSS定制的这个礼包的购物袋 然后还有第二份的话呢 是我们花花的人形的这个立牌 然后可以作为平常我们上班的时候 可以放在我们的办公桌的前面 或者是你可以放在我们背包前 都可以作为我们火星人这个任兄弟的一个仪式感 暗号什么 暗号没错 然后第三个当然还是我们的这个BOSS跟花花的签名的这个海报 然后也是我们的这个刚才跟大家来分享那个阳光少年 是 是 这一轮呢因为刚刚说花花想成功了 所以说翻倍 是 那么我们在两个平台分别会抽出两位幸运的观众 没错 方式依然很简单了 请各位这个时候就可以打出BOSS原因现场 BOSS原因现场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当中 我也会待会麻烦花花来去喊321 我们来截图好吗 好 我们让大家的弹幕疯狂的打一下吧 顺便来看看各位对于刚刚花花的表现的留言 已经被BOSS原因现场给刷过去了 OK 马上开始 我们 请开始 好 3 2 1 停 让我来看一看 哦 这位 在天猫官方期间的当中第一位获奖的或者英文粉丝里包的这位叫做 是笑眼 ZZZ 是笑眼 ZZZ ZZZ 好的 在我们的天猫小黑盒官方渠道的中奖用户呢叫做海豚一场梦 海豚一场梦 恭喜您 好我们还有一轮我们还有一轮我们这边呢再麻烦花花最后再来喊一声这个倒计时 请开始 好 3 2 1 停 好嘞 好嘞 我们来看看这边 哇这边叫做 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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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喊的也很流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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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马上呢我们也是希望各位能够收到之后呢能够获得把这个po出来发到社交媒体当中啊分享各位的这样一个喜悦 喜悦是 我们的这一轮抽奖就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一个即将与各位要见面的产品 这产品其实我觉得它时尚性跟它的功能性是兼备的 没错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音频墨镜 我们来看看然后把墨镜拿出来 好的这是我们今年马上就要新推出的BOSE智能音频眼镜的猫眼款 它相对于我们的晶眼款来讲它的镜片会更加的大 而且它的整个的镜框的设计呢会更加的微翘 所以花大大之后呢就很像真的是我们霸气十足我们的舞台上的玩者 哇这个时候其实我建议要不咱们摆几个定点POSE让大家去接触 我觉得我想让开一下说实话 哇真的好酷啊 好酷 超棒的 这款眼镜之前有了解吗 有我之前有也带了 我都有幸提前拿到了这些 然后真的很方便 然后尤其是它可以 又很时尚又可以听音乐 然后还能打电话 没错它通话非常的清晰 对对对对对 然后 主要它的那个音质非常的好 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就我一开始以后还在想 它是不是里面有一个什么 没错 什么 什么 类似于我不知道是什么 芯片 然后传 传 通过那个共振传到大脑 然后 就是我因为它太清晰了 就是 就是戴起来 就真的像戴了耳机一样的感觉 是的 然后我都还挺意外的 对 芯片的部分的话 会采用的是一个内置的扬声器 所以它就能够指向性的 从我们进腿的这个位置呢 把音乐直接传到你的耳朵里头 所以它会采用 它会有一种给到大家这种 给到花花这种开放式的音乐体验 嗯 是 所以当花花在听歌的时候呢 我们根本听不到花花在听什么 它的私密性会非常好 对对对对 而且不影响花花跟我们的 正常的一个交流 对 刚刚说了你说的音质很清晰啊 要不这样 你先带上去 我们再来为你先播放一些歌 一首歌 先让一首歌 让你感受它的音质 好 来 有请我们的 音乐老师 好的 稍等 我发现这首旋律 其实我觉得很熟悉 但是在当中呢 其实是拿掉了几个音质 你可以跟大家说这是什么歌吗 来猜一猜 逗牛 回答正确 非常厉害 那其实我们就接着这个节奏继续往下走 为你来增加一些难度 因为待会你会猜一些歌 除了刚刚逗牛之外 还有四首歌为你准备 那这四首歌呢 它的旋律其实都分别抽离了几个音符 看一看你能不能听出你自己的作品了 戴着这个智能音笔眼镜 我们来看第二首歌 火星孩子的对话 对 对 回答正确 没有问题 終于说对了 哦 因为火星孩子的对话 对 对 第三首来 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这个难不到我的 没问题 我自己的歌都我自己写的 所以 每一鬼可能都知道有哪些音色 对对对 下面一首 哎呀 哎呀 哈哈哈 这个问号脸 啊 果然难道我了 哈哈哈 刚说完我就自己打脸了 你再来一次 再放一次麻烦 看看各位粉丝有没有猜出来 哦 已经有粉丝在 哈哈哈 在疯狂地cue这首歌了 好像他们都猜出来了 哦 哈哈哈 他们比你更了解你 你的歌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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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一想你想你想一想 其实是我们刚收到了很漫画感那首歌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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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就是 很想很想笑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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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等等 风仁月 对 哦 风仁月你和声弹错了 哈哈哈 这个其实我觉得不是花花的问题 风仁月是六二一七 弹错了 那对 我就说我怎么听不出来的 哈哈哈 自己写的歌结果结果现场的音频出问题了 但是说实话你知道即便老师们弹错了 你的粉丝还是听出来了 嗯 这个我觉得挺感人的 接下来这首歌 我怎么可能听不出我自己的歌 哈哈哈 这刚刚是 嗯 再来 我刚你你谈 这是新的一首 新的一首也是最后一首的 哦 来吧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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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各位粉丝有没有拆出来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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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界 新世界和声你也弹错了 对 是我 对 其实有本事好像也在说 这个不管话话不管话话 就感觉和声 和声错了 对 当然我我我只能说就是 不管怎么样咱们这个环节也过了 我看到很多的粉丝也是帮助你一块猜出了最终的答案 新世界和声是什么来着我都忘了 一降七 六 我觉得待会咱们音频老师可以留下来跟花交流一下 交流一下 对不起 你好好去学习一下 那大家接下来呢我们刚刚已经完成了这 要不等你想完 要不要再 不用不用不用 我们马上呢也是要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了 其实刚刚像花花现在一直都戴着这款智能音频眼镜 没错 这款眼镜除了有听音乐的功能之外呢 还会有一个通话功能 对 刚刚我们在发起了微博的互动 已经说到了 就到底到底这个无线耳塞的具体重量是什么呢 已经收到了很多网友的热情恢复 对 我们一会儿会连线这位幸运的用户 让他告诉花花我们的这个重量 没错 好 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要现场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位粉丝了 是 来有请科班老师来帮助花花打出这通电话 好的我来打电话给他 好现在已经连上了 听话一些顺利了 嗯听得到听得到 他就已经很激动了 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听得到吗 听得到吗 一二三 一二三 啊 听到了 听到 听到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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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花花晚上好 晚上好 嗯 怎么了 她有点激动 她有点无伦次 我们不需要说耳机 就是这样的事吗 哦 对对对对 哦 我要告诉花花 耳机的重量 我猜应该是 二十 二十克 二十克 我其实账念不太是 二十 十几克吧 啊 两支的重量应该是十几克 BOSS无线耳机 单支耳塞的重量是6.75克 哦 这么轻 6.75克 哇 谢谢你啊 谢谢你的帮助 不客气 不客气应该的 对我说的吗 太突然了 我想对花花说 大哥你辛苦了 最近 精神比较多 希望你可以照顾好自己 然后因为最近天气比较多变 希望你多穿一点 注意保暖 然后 好啊 你也是 我会的 大哥记得多穿一点 好 然后 然后还想说 对 今年是特别不平静的一年 虽然真的很期待 听到你的新歌 还有我们的演唱会 但是呢 我们彼此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不着急 也希望你不要太辛苦 嗯 也希望 嗯 以前赶快过去 一切都快快点好起来 然后早日 完成我们穿打花开的约定 好 我也是 这样希望的 那你们都照顾好自己啊 嗯嗯 一定会的 嗯 最后 最后我还想说 祝大哥 身体健康 平安快乐 一切顺利 那祝你 福如东海 寿比男生 过年了 谢谢 谢谢大家 新年好 给您拜个扫年 哈哈哈哈 好啊好啊 谢谢 嗯嗯 好 好 我是再次感谢 我们这位火星人 跟花花 光主花花成功的猜出了 我们的这款RG重量 是6.75克 哇6.75克 真的很轻啊 非常轻 这个刚刚还一开始以为 以为是20克 其实会比这个 要轻很多 嗯 对 那我们刚刚 已经是用了这款智能音频 眼镜做了很多的事情 有听音乐 有包括跟粉丝们通话 通话 你整个使用这一套下来 你会感觉怎么样 整个使用下来 觉得就是 最主要就是听音乐的时候 会很很清晰 然后 甚至都 以为自己戴了耳机的那种感觉 对 音质非常饱满 放逗力 嗯 对 然后 嗯 然后就是 通话的时候也很清晰 很清晰 对 刚刚通话 然后就是感觉非常的清晰 没错 呃 还有就是它很方便 就是它因为它有这个 那个触控的这个操作 电容式触控的这个操作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冒烟款 今年新的一个革新 对对 你就可以通过音量方的大小 只要前后 滑动就可以了 滑动对可以调节音量 对对对 而且很方便 没错 然后再加上就是它很时尚 嗯 然后出门的时候 戴着墨镜 然后还能听音乐 对 感觉是这个街最亮的仔 对对 又实用又时尚 感觉齐全了 是 那这种开放时听觉的 也的确是非常吸引人 那这款成品呢 也会在未来与各位见面的 是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另外一个环节 就是今天的会员抽奖了 刚刚我一直在说 跟大家说 一定要去关注到 我们的天猫官方旗舰店当中 成为我们的BOSS的会员 这样才有资格有机会 来到我们这个环节当中 去抽奖 那马上 我们要进入到 我们这样一个抽奖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 会滚动起来 花花待会也会麻烦你 就是 滚滚滚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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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喊一个三二一听 OK吗 好 当然这一轮 这位受到抽奖的这位会员呢 将会获得到的奖品是 由花花亲笔签名的 无限耳赛 没错就是这个了 没错没错 我们请整个大屏滚动起来吧 三二一停 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感觉 大家都是一家人 哈哈哈哈 妹妹的老公 妹妹的老公 还把自己的电话号码打上去了 这个应该好 要 这是设计个人隐私的 也期待一下 你最终拿到我们这款 花花的签名签名的 无限耳赛了 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 那今天呢也是再次感谢 花花能够作为我们的BOSS 产品代言人 今天是刚刚官宣嘛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又渡过了这么好玩的时光 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对 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来说的呢 首先今天 很荣幸能够参加BOSS的 原因现场的直播 然后呢 就是 接下来我也会和BOSS携手一起来为大家带来更多好的音乐和一些黑科技升学产品 哇哦 好期待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 然后包括比如说歌迷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像BOSS一直以来的忠实用户们他们其实可以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 未来可能会带来的更多新的产品 好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是是 我们也期待你更多的音乐作品 包括那场演唱会 演唱会 心潮澎湃了一点 可以期待 这个可以期待 再次感谢花花来到我们的BOSS视播间 大家来随身拜拜 好 谢谢 拜拜 来 这边请 谢谢 嗨 我是华晨宇 她是极光绿 想要来我的现场 就要带上极光绿 我们下期再见